我们步步选的是 老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老秦不管在录节目 还是我们生活中 老秦都是那个样子 坐在一个角落里边 然后一个人喝闷酒 喝闷水 我觉得我听到好沧桑 一个人在KTV唱水星计 大家在那儿聚餐的时候 我在嘎啦里 唱水星计 唱水星计 你那已经比较尴尬了 你那叫凄凉 但是我很好奇 为什么那个弟弟会选老秦呢 我跟布瑞吉的那个印象是一样的 因为最早我们仨的休息室 是在一个休息室 然后你们俩又都是穿鱼地区 对 我们俩有穿鱼的 我们俩就又喜欢听就是音乐 对 说唱 所以我们俩就聊得很嗨 我们就 What's up bro Y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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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布瑞吉在旁边 喝闷酒 唱水星计 我跟你说 老秦是我们聚会的时候 永远都是保持冷静的 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我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 小唐跟我说话 声音大了一点 他居然把张小唐揪过去开会 晚上追过去跟张小唐说 你对何老师不尊敬 张小唐生更半夜 被他上了一堂课 他把张小唐说哭了 你知道吗 何老师怎么对你的 你对他那么大胜 老秦这个爹味太重了 那现在是这样 现在已经跟这个线索无关 是荣誉之战 荣誉之战 好 六团多少答对一题 这题还错 那就是唇卧底 加油 兄弟们 拿下 刚才那惩罚就算了 就这样吧 来吧 闭靈